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2月4日星期四 大家都知道去年的时候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因为双方的外交关系紧张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大卖正收了高达80.5%的关税 就等于说不再从澳大利亚进口大卖 那大家知道这个大卖是干嘛用的吗 它不是人吃的 是中国拿来喂猪的 现在猪也够幸福的 猪的饲料还要进口 进口大卖给他们吃 像当年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中国人都吃不上饭 连树皮都吃光了 可是现在我们进口大卖给这些猪吃 而且大家也应该知道 这两年因为非洲猪瘟造成了中国 很多的猪受了感染 中国因为这个猪瘟宰杀的猪 多达数亿头啊 因此也造成了中国市场上猪肉的短缺 也造成了中国猪肉的价格居高不下 那现在这个猪瘟的影响基本上消除了 现在中国的养猪业有可能要恢复生产了 恢复正常了 现在需要给猪儿们准备好他们的饲料 所以现在中国开始预定2021年的大卖 因为现在在北半球是冬季 马上要进入春波了 春波之后 再过几个月很快就到了收成的季节了 所以现在是大卖预定的时候 说到这儿我就想说一下 关于这个非洲猪瘟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那中国有没有找非洲来赔偿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瘟疫性的属于自然灾害 你不能去向那个首先发现的一个地方 来追究他们的责任 要求他们来赔偿 如果这样的话 那有很多的疾病恐怕要找美国来赔偿了 那我这个视频不是讨论这件事情 接着回来我们来讨论这个大卖 我们知道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大卖进行了制裁 那现在中国又开始预定2021年的大卖 中国会向澳大利亚来预定吗 不会的 没有 中国没有向澳大利亚来预定 那今天呢我就看到了路透社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是中国制裁澳大利亚的大卖 其中一个受益者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2021年的大卖 现在还没有开始春耕季节 但是加拿大的大卖已经大部分被中国预定走了 有一个大卖贸易商 他向路透社透露 他们公司经手的大卖的生意 其中卖往中国的有100万吨 贸易商透露 他估计加拿大被定走了100万吨 他估计欧洲也会被定走100万吨 那路透社的记者又到欧洲去寻访欧洲的贸易商 据欧洲的贸易商跟路透社的记者来反映 说欧洲现在大卖的生产主要是法国 据这位贸易商反映 法国至少被中国定走了200万吨 支持法国呀 而且法国他自己生产不了这么多的 中国向法国订购的200万吨 是允许选择性的 这种贸易呢 是一个选择性的贸易 选择性的贸易的意思呢 就是法国和中国订的这200万吨 法国可以自己去组织货源 据欧洲的这个贸易商说 法国供应给中国的 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乌克兰 就是现在和中国犯刺的 制裁中国四个公司和三个个人的那个乌克兰 提起来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生气 那同样的从加拿大定的也应该让人非常生气 有的人说乌克兰制裁中国是一个花招 说乌克兰呀 别看这个总统曾经是一个小丑 说他智商并不低 他就是装傻充愣而已 而实际上呢 他是耍花招的 他就想中国和美国两头战 他不是真的要制裁中国 而是做一个样子给美国来看 等美国的这段时间过了以后 过了美国的风头 然后呢 又和中国恢复起来 希望这位网友说的是真的吧 这位网友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那说到这儿呢 中国就在加拿大欧洲之间下了这么大的订单 这还只是路透社他们掌握到的信息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信息 那路透社没有掌握 我也没有掌握 不知道中国还从其他的什么地方订了这大麦 然后这个路透社呢 又找到了国际股物理事会 向他们来求得一个数据就是 预计一下 2021年中国一共能进口多少大麦 据这个国际股物理事会预计 说2021年中国至少会进口580万吨的大麦 而美国农业部他们的工计呢 说中国在2021年至少要进口700万吨 说这些预计其实也不太准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库存 总之 大家其实很看重中国的这个市场 中国的市场是一块大肥肉 现在显然这块肥肉就不想给澳大利亚吃了 澳大利亚真的是脑子进水 把大肥肉拱手让给了别人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澳大利亚这几年是如何来享用着这块大肥肉的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啊 这个贸易关系其实是最好的 原本是最好的 不知道是谁的签项 反正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自贸协议啊 是在2014年的11月17日双方签订了这个自贸协议 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份自贸协议 我们都知道在抓捕孟晚舟之前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自贸协议就谈的差不多了 就要签了 结果因为孟晚舟的这件事情 就使得这个自贸协议就泡汤了 那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 在谈这个自贸协议 中国和欧盟之间也谈了很久 自贸协议谈不下来 先谈一个部分协议 那就是中欧投资协议 所以中俄和澳大利亚之间 在2014年就签订了这个自贸协议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的难得的一个大好的时机 而澳大利亚也是美美的独享了这么多年 中国的市场的发展红利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单单就是这个大卖 这一项澳大利亚是如何独享了中国的市场的 我查到了一组数据 就是从2012年到2019年 中国一共进口的大卖的量 以及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大卖的量 那2012年的时候呢 中国一共进口是253万吨 2013年中国进口是234万吨 那2014年是541万吨 其中澳大利亚出口中国是387万吨 你可以看出来 大部分都是澳大利亚 对吧 那2015年的时候 中国一共进口了1073万吨 那澳大利亚他自己给中国出口就有436万吨 2016年的时候 中国进口了500万吨 澳大利亚是325万吨 2017年的时候 中国进口了886万吨 澳大利亚是648万吨 2018年 中国一共进口682万吨 澳大利亚是417万吨 2019年是593万吨 澳大利亚是231万吨 2020年的数字呢 现在没有 2021年 已始 中国已经是 把加拿大大部分的大卖 已经盯走了 而且从欧洲 也盯了大量的大卖 不会再定澳大利亚了 澳大利亚每一年600万吨左右的大卖 他们可能就只能烂在他的地里了 这真是咎由自取啊 我昨天做了一个视频跟大家说了一下 加拿大的外交官 没事找事 在中国从中国的生产商手里面 定制侮辱中国的文化山 加拿大的外交部门 调查又进一步的刺激中国的外交部门 刺激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百姓 这是一个什么节奏啊 这明明是一个求中国制裁的节奏啊 中国今年向加拿大订了他们的大卖 我建议中国去寻求其他国家的大卖来源 从发展中国家去寻求 俄罗斯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呀 俄罗斯的纬度和加拿大差不多呀 去买俄罗斯的 不要去买像加拿大呀 英国呀 这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 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钱啊 对不对 送钱也不讨好 他们好像是觉得这是应该的 今年就定了就定了 明年不要再定了 我作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 我也不愿意说这样的话 但是加拿大就这样 无缘无故的去伤害中国 何必呢 怎么这么蠢呢 我也不愿意加拿大受到伤害 但是你加拿大 如果是做这样不地道 不道德的事情 伤天害理的这种事情 我也会大意灭亲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说这些话 也到不了中国政府的耳朵里 我只是说说而已 只是一个期望而已 中国政府又不见得听我的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加拿大 不要没事找事 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要去伤害老实人 中国就是老实人 伤害老实人会得到报应的 就那个去印蝙蝠身的那位 会得到报应的 中国一再的向世界来宣称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共赢 我们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国家不是善良的国家吗 中国人民也从来都不会想说去伤害别人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到中国去 所受到的都是中国人民热情的对待 哪怕你是个印度人呢 都是热情的对待 这样的一个民族 你们这样对待 就是伤天害理会受报应的 美国还胡说八道 说中国对新疆种族灭绝 说这样的话会遭报应的 那些汉奸们在美国 人家国家的人 在美国如果是发展的好的话 人家都会做对自己祖国有利的事情 中国人在美国 专门当汉奸 专门去教着美国如何来治中国 如何来把中国搞垮 这些汉奸会遭报应的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越说越激动不能再说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